北国江城十里长迪 江汉品尝全鱼宴是怎样的体验 乌拉满足火锅里有哪些美味食材 牛肉汤怎样成为大冷面的灵魂 百年传承的白肉血肠 为何是集菜的代表菜 听经句吃饺子 百年蒸饺为何坐不虚席 长胜不衰 集点有着怎样的美食传承 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吉林省吉林市别称北国江城 每当夜幕敬连 漂浮式音乐喷泉绚丽升起 耳畔式滔滔的江水声 还有凉风拂过面颊 松花江月夜景色迷人 松花湖是吉林省的著名旅游景区 位于吉林市丰满区南郊 松花湖的传统名艳全鱼业 至今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在我的左手边分布着大大小小的鱼馆 有几十家之多 听说在松花湖里面 最著名的鱼叫做三花一岛 那三花一岛究竟是什么鱼 前面有一个鱼文化的博物馆 专注做鱼134年 那在这里有没有三花一岛呢 三花一岛怎么做才能更好吃呢 跟我来 周大鹏的先祖以打鱼为生 从1889年清光绪年间 到后来逐渐创立了全鱼业 也折射出了江城吉林市的百年沧桑 这里最有名气的 那不得不说这三花一岛了 它们分别是什么长什么样呢 这个呢就是这个熬花鱼 熬花鱼那是松花湖最贵的鱼了 做熟了卖的话 一斤要在180块钱 这个是胖头鱼了 个儿大 也叫大头鱼 像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鱼花鱼 看得到它鱼身上的这个芝麻点 对 这个呢是松花湖的鱼鱼 这个鱼鱼也是个儿非常大 对 周大鹏告诉记者 三花一岛分别是松花湖里的熬花鱼 鱼鱼鱼贱鱼和岛子鱼 松花湖里大约有一百多种鱼 厨师根据每种鱼的特点 同时吸收了满族 陶显族 以及中原移民制作鱼鱲的烹饪技艺 逐渐形成了松花糊全鱼宴的 独特厨艺 桃花鱼 当属三花一刀之手 只有一根主刺 绕着紧实 改刀之后相间 再做一姜片和水 用清闷的方式 焖出一颗奶白色的鱼汤 鲜美无比 用清闷的方式去做它 也是体现了咱们用松花浆的水 炖松花浆的鱼 原汤化原石 最能保证鱼的原汁原味 非常浓郁 蒜瓣状的 你看一半一半的 非常清晰可见 而且肉比较透亮 肉质特别好 散发这一股清香 对 那熬花鱼 居于三花一刀之手 我觉得真的是实质名贵 名不虚传 而三花一刀中的鞭花鱼 肉质较为柔嫩 最适合干烧 鞭花鱼过油后捞起 豆瓣酱 榨菜丁 五花肉丁和香菇丁 组成的酱料 煸炒后放入葱段 大蒜再加入汤汁和煸花鱼 大火收汁40分钟以上 撒上辣椒圈 干烧做这个鱼呢 就是肉呢 比较滑嫩 口味比较厚重 这样吃起来呢 就是特别回味 它的颜色 汤汁 包括这个鱼的形状 都是非常优美的 到嘴里 这个肉就全部化了 而且又细又嫩 又入味 对 长条形的计划鱼切成小块 裹上淀粉后油炸 倒金黄色捞出 再加入葱姜 辣椒 白糖和米醋煸炒 清香四溢 酸甜可口 它实际上呢 就是有点像咱们东北吃的 那个锅包肉 外酥里嫩的这种感觉 而且这个糖醋口啊 就是酸甜汁嘛 酸甜甜的 而且我吃到嘴里是没有刺的 因为它通过这个高油温 已经把这个刺啊 给它扎熟了 最后重点介绍的鱼 叫导子鱼 鱼小毛刺比较多 需要事先低温蔓延三到四天 改刀之后香煎 金黄的色泽十分诱人 肉质呢是特别细腻的 但是导子鱼呢 基本上出嘴是死 所以说我们导子鱼呢 是用了我们特殊的调料腌制 完全就是可以用手刺的这种感觉 外皮焦黄焦嫩的 然后里面的这个鱼呢 非常有口感和嚼劲 胖头鱼越大越肥美 蜜植的酱料在油锅里炒过之后 放入胖头鱼 大蒜 土豆一起焖至一个多小时 传统家常最能入味 一定要吃鱼头 我喜欢吃这个鱼的鱼唇部分的 这个活肚肉 吃鱼头也是独占凹头的意思吧 吃到嘴里有点像冻的那个感觉 吃的时候可以用一个字 吸鱼头 对 除了三花一岛和胖头鱼 一米左右的松花糊白鱼 一般用葱和姜固定在白鱼上面 清蒸即可 大蒜 酱料炒过之后 加水 东北最佳的炖鱼方式 用来酱嫩尬牙子鱼 再合适不过了 小鱼小虾裹上淀粉和调料 只需油炸到金黄色 松脆可口 鲶鱼改刀 用热水淋在鱼身上取腥 再把大蒜或油炸到金黄色的时候加入酱汁 大火收汁烧制 银鱼适合软炸 裹上鸡蛋液 金黄酥脆 口感清香 鲫鱼切块 裹上淀粉 油炸捞出 再用干辣椒 蒜苔等调料爆炒 咸辣适中 白莲鱼没有小毛刺 打碎成鱼泥 做成手打的鱼丸 肉质非常有弹性 当然 还有鱼肉馅的水饺 也是东北一绝 松花湖全鱼宴 着实令人眼花缭乱 大开眼界 尤其是夜晚 喝着小酒 然后品着松花湖的全鱼宴 那真的是一番享受了 对呀 吉林市满语称为吉林乌拉 亦为岩浆之城 是满族的发祥地之一 听说在这里 还有一种过去清朝宫廷 才能吃的贵族火锅 因为兴盛于乌拉街而得名 也有140多年的历史了 这道乌拉满族火锅里 到底有什么 一百多年来 它有没有变化呢 乌拉实际上就是一个地名 在我们这产生的火锅 贾鲜是乌拉满族火锅的 第四代传人 他说 清朝乾隆皇帝将乌拉满族火锅 预封为宫廷锅 流传到今天 一直没变的就是两道汤 堪称火锅的灵魂所在 它是第一位的 先喝汤再吃肉 乌拉满族火锅最重要的是汤 然后才是肉 乌拉满族火锅的头道汤 是以鸡骨猪骨为汤底 加入祖传的大料包 六个小时精心熬制而成的汤 一道汤可以说是比较香 那种肉汤的那个骨汤的香味 但不鲜 二道汤是要提鲜的 不是乳白色 就是让它浑浊的那种白色 二道汤会用螃蟹 生蚝等海鲜 继续提鲜 汤熬好之后 最讲究的就是对肉的处理 新鲜的五花肉要经过烤煮 一晚上压油冷冻之后 才可以切片上桌 毛囊里面的东西都要烤出去 再把一部分油脂烤出去 压油 这也是很关键一步 再把油脂去除去 通过这个人工手段 让这个五花肉变得肥而不腻 是很肥 但是呢 真不腻 乌拉满族火锅 堪称是满族饮食文化的缩影 菜碟的摆放非常有规矩 传统的乌拉贵族火锅 田后左右摆放各种飞禽走兽 山珍海味 唯独不能有青菜 一叶青菜都不能有 因为在满族人讲究 青菜档子不够 招待朋友 招待客人 一定要拿肉 各种各样的肉 现代的乌拉满族火锅 食材已经简化成了 肥瘦相间的五花肉 牛羊肉 粉条 冻豆腐 青虾 血肠 野生斟膜 甚至还出现了黄花菜等蔬菜 但是一百多年来 唯一不变的就是两道汤 相对食客的吸引力 现在我们家已经招待了 三十多国家的客人 每天三五十桌 最火爆的时候呢 一百二十一 翻了六台了不算 上桌第一口不是吃肉 是要第一口要喝汤 很鲜美 有螃蟹的鲜味 棒骨的这种浓郁 鸡肉的这种鲜香 太美了 喝完了头道汤 还要接着下鸡大腿骨 和一盘五花肉继续煲烫 此时一口鲜香的锅底 沸腾翻白 而蒜煮后的五花肉 更是让你回味无穷 飞而不腻 收耳不柴 而且这个五花肉 吃起来很香 跟我们平常吃这个 蒜生的五花肉 完全两个风格 新鲜的黄花菜 好吃 弥漫着这种 田野的清香的味道 第二碗汤 已经发生了味道的变化 就是它加入了 蒸馍 鸡腿 还有五花肉以后 这个汤变得更加的浓郁厚重了 对 如果来到乌辣街 希望您到这来品尝一下 这流传了一百多年的老汤 吉林的夜晚 不仅有热气腾腾的 乌拉满族火锅 清凉爽口的大冷面 更是夏夜的灵魂伴侣 冷面特别好 就吃它家这口面 三十多年了 从能自己溜到什么时候 完就过去 它这就吃冷面 真的有四十多年了 它那块元气挺棒 都是真材实料 现压 现做的 口感非常的好 在吉林市 无论本地人还是外地游客 都必打卡的这家大冷面馆 也有着上百年的历史 从1920年到现在 那种不变的味道 不仅是一种传承 更是一种情怀 就顾客送到这个爱城 叫大冷面 99只就在吉林市就叫开了 我们一天能卖四千到五千万 从一楼排到四楼 每个楼城就没有工作 真材实料 汤非常关键 经过一百年精心研制 我们有着独家的配方 独家的制作工艺 与其他家的口味就不同 五斤牛肉配上一斤的棒骨 加上生姜 大葱 绿萝卜等秘制的配料 熬上四五个小时 再用老汤调制鲜汤 不仅汤鲜味美 而且牛肉味非常浓郁 与众不同的就是这鲜美的牛肉汤 而冷面现点现压 不仅要求吃到嘴里 煎到爽滑 而且还要保证一咬就断 超过十分钟以后 我们面就不要了 必须来讲 这面出锅十分钟以内 送到顾客手里 乔麦面 浇上冰间的咸鲜味 或者甜酸口的冷面汤 再放入黄瓜 辣白菜 牛肉 蜜料 一碗大冷面用料十足 搭配豆腐丝 明太鱼 牛肉等红油小菜 算得上是黄金搭档 吃冷面第一步是什么 甜品汤 我这个是甜酸口味的 对 太爽了吧 百年大冷面 冷 就是凉嗖嗖的 我们再来尝一下面 特别劲道 吃完面再就一口汤 嘴粉蒸发 最后剩的是牛肉精华 所以说来讲 那牛肉汤 回味特别的好 你能想到吗 一只烧鸡也会成为 吉林世人夜晚的热销美食 经常过来来卖 就是味道非常独特 吃起来特别香 尤其那个肉质特别细嫩 就我家所有的亲民 我都介绍到这来卖 现在平常能卖四五百日吧 烧鸡一直都是卖得非常好 主打就是洗鸡 每天都是当天现在 现卢现卖 夏天的时候是非常多的 出门旅游了 去外边野餐了 家边喝小啤酒 吃烧鸡非常好 马迁家的烧鸡 在这条街上 卖了八年 火了八年 最多的时候 一天能卖出八百只 选用三斤多重 五百多天 肉质紧实的老母鸡 整鸡盘起来定型 卤质 是做好烧鸡 最关键的步骤 这个汤七年了 换的话也会留个底 不能都倒 要是调心的 没有这个味道 纯天然的21种中小药 熬出来的这个味儿 花椒大料啦 香叶桂皮啦 冬冬下草啦 这些东西 还有很多不能说了 每次换汤的时候 这个老汤能留多少 最低得留一半 要不味儿该变化 卤汤开锅之后 只需煮五分钟 然后要让老母鸡 静静地焖至12个小时 才能充分地入味儿 时间得够 12个点 门时间短了 小鸡它不入味儿吗 来尝一下这个半成品的烧鸡 你看这个大鸡腿 我手捏着就能感觉到 这个特别软烂了 就有一种入口即化的感觉 非常的烂火 这种清香 非常的迷人 卤制好的老母鸡 捞起来沥干水分 在熏炉里撒上白糖 加热之后 经过烟熏五分钟 烧鸡就会变得油光发亮 十分诱人 你要熏多少只鸡 要撒多少糖呢 对对 这个比例就是 十只鸡的话 是大概一两 糖多了 熏黑了 糖少了不上色 这个鸡腿跟刚才的感觉 完全是不一样的 外壳都是焦香焦香的 这个棕黄色 多整馋了都 入口就是一股迷人的 这样一种烟熏的香气和口感 跟刚才完全不一样 有嚼劲 好过瘾啊 在吉林市的大街小巷 灯火霓虹之下 总有一些小的 不能再小的小店味道 才是十克们的心头之号 赵凯做了三十年的 限鸭茶条 现在还在保持传统的做法 做茶条的原料非常简单 就是玉米 把玉米泡在水里 一个星期左右 出现酸臭的味道就可以了 咱们吉林叫臭茶 为什么要让它发酵发臭呢 咱们说咱们东北需要这个口味 发酵后的玉米多淘洗几遍 去掉酸臭味 捏碎 控干水分 然后再和成面团 现吃现鸭煮一分钟 一碗金黄色的现鸭茶条 加上香菜 黄瓜 肉末 蒜和麻酱 再配上洋葱牛肉馅饼 既经济又实惠 必须得加了汤 必须得有这些佐料 缺习不可 体现不出来这个茶条的味道了 还是能够吃出来 它有一点点酸 酸臭 一点点 一丁点 实际上是滑嫩的 加了麻酱以后 因为有芝麻的这种香气 所以吃起来好香 牛肉原从张家馅饼是皮薄 肉厚不油腻 在吉林市有这样一种说法 没有吃过百年的白肉血肠 就不算到过吉林 张宏斌是白肉血肠的 非遗传承人 一百多年前 祖上的手艺传下来 张宏斌坚持做了几十年 将一道东北人常吃的白肉血肠 做到了极致和经典 做白肉 用的是上好的五花肉 先在火上把油烤出来 再用食用碱和开水排酸 之后再排油 煮熟之后再加工切片 白肉讲究刀工 用一把大刀 要将五花肉切成薄如铲翼 漂亮如花瓣的透明肉片 至少要练习几年的刀工 吃的吧 是工艺 没有个三五年的提供 最少的五年以上 片头再包住包住 我练了三年多不到十年 最多的时候 以前卖过七八百份 今天人呢 每个三五天 就得品尝一顿 而新鲜猪血灌的血肠 分为两种 一种是青血肠 另一种是换血肠 青血肠灌的是猪血沉淀之后 上面的那层清水 猪的明肠 灌在耳肠 清水肠是放鲜盐 二多一种草药 老汤 而混血肠 则需要在里面加入老汤 和各种中草药的混合物 咱们老汤里头 煮的是猪磅果 白肉 天天煮的 必煮的 放这两个问题 能下味道 吃起来清香 煮血肠的水温不宜过高 白肉是白肉 血肠是血肠 分别装在三个盘子和碗中 着实颠覆了记者印象里 白肉血肠一锅炖的印象 白肉和血肠必须放开 加起来一块 你看非常薄 薄如产液 就是透亮的那种感觉 入口即化 反而容易受到不宅 清血肠是特别的脆嫩 混血肠它以入口是绵柔的 滑的 真的是人间美味 你要尝尝这个白肉血肠 河南街是吉林市最古老的街道之一 源于康熙初年建成时 每当夜幕降临 河南街夜市的上百家商户 腰和声瓷起皮肤 很是热闹 小吃琳琅满目 人气兴旺 冷面和臭豆腐油炸一两分钟以后 捞起 裹在一块 再配上各种酱料 一天很爱出五六百份 冷面酥脆豆腐软糯 臭和香结合在一起 到底是什么味呢 这家勾魂面街 一晚上能卖四百多串 秘诀就在于自然料和烧烤料 火上油汪汪的这么一口 真的会让人流下口水 这个芝士瀑布玉米 看起来也不错呀 咸咸的甜玉米 在铁板上用黄油炒制 味道更香 再加入炼乳和芝士 来 毁了四只玉米 一米左右的高度 对 对 对 好好吃这个玉米 非常非常地香甜 软糯 趁热吃 嘎嘎香 在馅饼里包入梅干菜和扣肉 再放到烤炉里烤制 薄脆香的香味很快弥漫开来 这个饼你看它 黄黄的 焦焦的 脆脆的 再加上梅干菜扣肉 香香的 吉林市还是京剧的第二故乡 著名的喜莲城社就成立于此 逛完河南街夜市 还可以去百年老店听一场京剧 同时吃上一笼百年蒸饺 那更是别有一番风味了 由这个牛子后成立了喜莲城社 梅兰芳是这个社的科巴学员 然后它就是从喜莲城社走出来的 走向了中国 走向了国际 特别的兴奋 把这个饺子文化和京剧 给连到一块了 看着京剧 吃着饺子 饺子味道非常的鲜美 哎呀 我在这五十多年了 没有变化 老味道 相当好吃 百年圆龙蒸饺 诞生于1893年 也就是光绪十九年 迄今已有130年的历史 清末民初的时候 都是这种大蒸屉 这盖还能打开呢 那时候的蒸屉都是这种大的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百年蒸屉了 纯梦制作的这个片子 大约有一米包左右 朱鸿霞是圆龙蒸饺 省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他说圆龙蒸饺之所以让人称散不绝 主要是他注重传统的制作工艺 并加以改良 从食材选择 调馅量化 和面手法 擀皮技艺 捏皮技巧 蒸制火候等都很有讲究 最受欢迎的馅料 是招牌的猪肉大葱 羊肉香菜 猪肉酸菜 猪肉白菜 牛肉胡萝卜 现在也有了皮皮虾 这样的创新馅料 每天大约能卖出一万多个饺子 叫它皮皮虾 也卖得挺好 对 还有驴肉 45摄氏度的热水活面 可以保证面的坚性 饺子馅是精华 必须用精肉 鸡汤和骨头汤 活馅可提鲜 因为汤面吃着它一个口感弹 会不割牙 面香味这都能吃出来 猪红霞的双胀擀皮手法至今仍是一绝 擀面胀约8寸长 中间粗两端细 运用双手之力使面剂在两个擀面杖下旋转 转眼集成面皮 壮如圆月薄厚一致大小均匀 中间这个肚大一点 这两边是尖的 就是这个皮在这擀鱼匠底下会走 我一分钟基本上能擀五十五六个吧 因为蒸脚嘛 它上汽蒸的时候 汽在那底下就是往上走 因为你要是太薄了它会掉底 蒸脚放于竹屏内 汲取竹箱 蒸制七分钟 圆龙蒸脚馅大皮薄 外形饱满 脚馅鲜美 出来的时候你看这腺子圆圆的 实打实的 对实打实的 这个肉看着它都是团到一块儿 这么会散 汁稍微比我们平常吃的饺子厚一点点 非常的劲道 对对对 好吃 还带有一些汤汁 对 它虽然是一个蒸脚 但是我觉得吃的是历史 吃的也是吉林的情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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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